所以說在非洲國雅 安妮雅 安妮雅佛傑 竟然在課堂上大喇喇的睡覺 不可老鼠給你閃電 老鼠你又太霸道了吧 嗯 這樣是有點not elegant 接下來我要出三道題目 如果你都答對了 我就收回懲罰 嗯 整天在課堂上睡覺的人 怎麼可能答得出來嘛 好的 太簡單了 安妮雅只要敵同學的人心 不就知道答案了嗎 首先第一題 什麼是達克效應 嗯 那個 簡單是一種認知偏差 人力欠缺的人 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 錯誤的認為 笨蛋會覺得自己很聰明 就像他一樣 欸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解釋上是對的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隨便亂指同學 你也就是指同學啊 我就愛指雙標誌 我覺得這個字幕雙標誌 嘿嘿嘿 算你答對 鴿子與豌豆確實是一幅畫 下一題如果沒有完全答對的話 可是不算的喔 最後一題 請問貝必加是什麼 哼哼 安妮雅剛剛嚇到了一個妙招 你去讀其他的心 直接讀老師的心 不就好了嗎 這一題真是出太簡單了 A piece of cake A piece of cake 這很簡單嗎 老師上課沒有救護啊 貝必加 好像是英國女王旁邊的護衛吧 安妮雅覺得是一位保護了英國女王的護衛 你答錯了 給你死定 嘎 誰知道是有冷門知識啊 安妮雅上課要認真聽課 另外遊戲也是一種學習 回去好好把這盒蝦拜文玩過一遍 你不僅能學到各種知識 還能判別在場的誰 是能夠正確知道資訊的人 玩過蝦拜文後 你也可以是一位Elegant的俗語或紳士囉